不得为三界雄 三界雄 也是佛爹得臣 三界 一界四界五四界 就是指爹六道 法华经方便平地说 世雄不可量 这都是 对老师的成长 老师是三界的道士 这里都有天 人里头包括三国道 包括修路 天 六界天 四界天 五四界天 他没有形象 就不说了 只讲到四界 第四界 熊是英雄 英雄什么意思 一般人做不到 他能做到 这成熊 那一般人 读到搞世界 明文利亚去了 摄迦牟尼夫 王子 他要不出家 他做过王 十一期王位 发现 一出家人的身份 教卓华中心 这值得人 佩服 他去教学去了 法华华经 方便评里面说 师兄不可量 净银岁云 师兄 佛之 一鸣 也是对佛的赞叹 佛 断尽一切烦恼 古为三界终止 大雄 短烦恼 一般人做不到 他能做到 那么佛的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要修佛 修佛首先要断烦恼 为什么 烦恼断了 智慧在先前 烦恼请智慧长 烦恼不断了 你只长烦恼 不长智慧 必须把烦恼放下 烦恼是什么 贪嗔痴慢 根本烦恼 烦恼的根 发作的时候 怨恨恼怒反 九一七七 喜怒哀怒 这些东西 全是烦恼 这些东西 常常现前 就是早夜 善有善苦 我有我保 总而言之 出不了了的轮回 佛教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一定要把 见死烦恼 断掉 这是讲的 见死烦恼 见活 无大类 神经 一定要知道 神 是我们真心 随身 幻象 念头 波动的 幻象 见到了 死 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 假的 它存在的时间 就是 2240兆分之一秒 这它存在是 所以不可得 所以说是假的 没有两个 物质现象 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看 这些人为生活 不知道它是假的 这个假象 一秒钟 生灭多少次 2240兆 那哪一个 假象 生活 如果每个 假象都过 那一秒钟 里头有 年轻年的 40兆个国 这讲不通了 科学家 这个发现的 这个观察报告 非常值得 我们 做观想 我们的期望 都是想象 科学家这句话 冷静一下 没问我 这个是根本 根本搞清楚了 其他的东西了 建核第二个 边界 边界是两边 对立 我们讲对立 更容易懂 有我 就有对立 我跟人对立 我跟环境对立 对立就生烦恼 烦恼里头有善有悟 造地一国 就不一样 不能不知道 所以 知道之后 什么 我们这一次 再不给人对立了 这就好 不给人对立 不给人对立 就没烦恼了 海鲜老伙 为什么 一生 无论什么时候 你就看到他 满面下容 那么一样的 没有对立 没有对立 看看你啊 好久你都没有到我那里去了 看看你在干什么 所以不能有对立 所以不能有对立 第三个 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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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是以为是 别人不入骨 这也是烦恼的梗 这个东西不好 要断掉 最后一个叫邪见 邪见是 你把事情看错了 错看了 错看了都叫做邪见 你误以为是真的 会造出很多不幸的事情 就是冤枉人 凡夫 受了冤气 他不服啊 怀恨在心 他要报复 这一生报不了 来生报你 生生世世 就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多痛苦 那你看佛 叫我从哪里休息 断 无中间或 做起 尤其 尤其 头一个 对圣洁 你从这里做起 那用什么方法 尽宗的方法 微妙的基础 就用念佛 这念头采取 分别采取 阿弥陀佛 就把它换掉 去而代之 时间久了 养成习惯了 心里头 只有佛号 没有残念 没有妄想 先就清见 清见心就得到了 这叫真意休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